七彩繽紛的花海之中 最吸引你眼球的是甚麼花? 對我來說,就是金光閃閃的金蓮花 金蓮花代表沉實、冷靜和孤獨味 就像今天我位嘉賓一樣 他聰明伶俐,進取知誠 而且做事很有自己的原則 我們一齊歡迎1985年9號佳麗,潘先怡 先看看那邊兩個英俊 首先告訴我們,你覺得他們兩個 誰有機會成為明日的天王巨星多些 這個叫古卓文,這個叫李健龍 誰你覺得是可做些,單憑外形 如果單憑外形的話,其實都有兩個味道 一個就是混合,以前是不流行的 混合多數是不行的,但最近是OK的 另外一個就是更加寒星的味道 更加寒星的味道,兩個都很有 兩個都可以包裝的 你不選我這樣問詩仁姐 其實有些人可能未必知道 詩仁姐除了我們第一屆亞洲小姐的亞軍之外 其實之後都發掘了很多在今時今日的天王巨星 我們稍後再說 我們說回我們時光倒流,二十幾年先 看回那個樣子是否害怕 你剛才第一句跟我說 現在上鏡為何肥了那麼多 有甚麼電視呢 因為16比較壓扁了 其實現在對於上鏡有沒有一點陌生 有一點不習慣的 會的,會的 尤其是看回自己以前 那真是很瘦的,對不對 那現在看回好像多了三分之一 電視的關係而已,壓扁了而已 那是我一定賴電視的 一定賴電視 當年那時其實跟哪一個街頭最友善 我看的資料就是跟阿慶慶 好像阿慧山都很友善的 其實我基本上跟一些女生的關係都很好 如果你說後期因為大家拍劇 其實我跟阿慶慶就比較多些碰到 多些碰到 誰不適合談的 沒甚麼誰的 沒理由的 真的沒甚麼誰的 那就是牙齒印的 牙齒印 牙齒印我記得那時都好像做出來而已 即是宣傳而已 是的,宣傳而已 例如誰呢 即我都不知道 直接做出來我也不知道 即公司或者是個劇組需要宣傳 其實我又不知怎麽爆出來的 不過呢 就 那阿慶慶永遠都會出來和我平反的 他是異氣子女來的 是的 我覺得他很有異氣 那他又出來和我平反 本身不是這樣的人來的 一定是搞錯了的 你跟其他家裡有一點點不同 就是你選的時候已經在拍電影 是的 那那時有沒有影響到你在電影方面的發展 其實都有的 因為當時我是在拍麥當雄公司的電影 麥當傑做導演 是的 那其實他們有些反對我去選的 但是那時他們跟阿慶拍攝沒有 那時其實都是朋友的 我想是再出來的 已經是後期的 是的 因為如果我選了之後 可能我會成為 即萬一我得獎的話 就會成為亞洲電視的 要簽約的了 要綁住你的了 是的 那變成他們很難 不知怎麽用我 不知怎麽度期了 是的 OK 那後來都完成了電影 完成了 完成了 但都好 其實不是的 是我參選的時候同時進行 同期進行 是的 那麽度期度到爆炸 度到頭都爆 經常都不肯放人的 你知道麥當勇大家都很餓 是的 不過因為當時那套戲 我是跟Dini拍的 就是葉德恒 葉德恒都很幫我的 他都說 你當然要給別人去選 你遇到那麽多兒戲的子女 是的 真的我都很多人幫我 Dini姐也是這樣 會跟他出頭 是的 所以很多時候不放人 他都會出聲 為什麽你那時去參加亞洲 那你又有一個 那麽好機會拍電影 那又怎麽要去選亞洲 是的 因爲我家裏的傳統觀念 就是很尊師重度 那麽當時我的老師 Gigi 那麽她是教我Modeling的老師 OK 那麽她就覺得 我好有potential的 那麽她都不理三七夜一 那麽她就幫我報名 幫我報好名之類的 那麽她說 不要浪費了這個機會 因爲是第一屆 那麽她覺得你去試一下 那麽 那麽 那麽就是這樣 那麽那個意義更大很多 第一屆 其實我當時就沒有什麽特別觀念 因爲我已經 其實個人很累的 因爲要拍戲 因爲你知道 拍麥珊的戲不是開玩笑的 他真是日節夜夜節入 那麽變了 那麽當年的電影大夜的那些早數去到多少早 我都不知道 因爲我之前都有拍過新藝性的東西 但是好像沒有那麽辛苦 那麽我都不知道拍了多久 那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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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了 簽了約 其實在ATV簽約發展了多久 其實ATV我由1985年開始 我一直拍到1991 應該是9091那麽 拍個劇集 做一些主持 當中誰的興趣會大一點 還是我其實都是想回去拍戲 其實拍戲 我是一般的 因爲等的時間實在太久 電視都是的 電視好一點 主持是最好的 尤其是Live做主持 即是我們今天都是等了幾個字 是呀是呀 因爲那麽我是主持綜合86的 是 那麽就 幾好玩的 但是當你做主持那麽時 你見到很多 那些同事 或者同介亞者 那麽他們都去拍劇 你的心又養 又想 唉呀不如我都去拍一下劇 那麽樣 就會這樣 還有我覺得人生每一個階段 都應該去做一些不同的事 因爲一生人其實很短的 你能夠有個機會 給你去嘗試的話 其實真的要去嘗試一下 那麽後來其實由這個 ATV的演員 一跳跳出去 就進身了一些幕後的感覺 其實那個轉變是怎麽來的 其實是怎麽來的 因爲很年輕的 因爲是結婚的 去做一些不同的事 是先生給人壓力 都不是的 自己想轉型 是 都想嘗試一下其他東西 ok 那麽就由一個 我猜不到的大家 有一個幕前 一個美美美女 他變成一個幕後 做美術指導 做化妝教 Cat walk 不過講這個之前 我剛收到過 有個Doodood call waiting 有個friend 打來給你 有friend 打來給我 你在阿時 除了卿卿最friend之外 還有哪個friend 我想現在周秀蘭都和我很friend 不過我乾姐 應該是我乾姐 喂 我有個席 是 怎樣 這位是不是你乾姐 詩妮姐 冰冰 是呀 是不是冰姐 冰姐 大家好 冰姐你好 這位就是潘冰常 他今天很不空的 冰姐 我本來今天要去澳門 那我就不去 是呀 我就剛剛敬完腦 和談刺濃的一班人 哦 我沒有聽到 好像很吵的 痴痴痴痴 不要緊要不要緊 詩妮姐 不如你和大家 說說你和冰姐的關係 為甚麼這麼熟悉 其實冰冰 我們是 其實在阿時 真正是 一起做事的 那時就怕 十月風暴 是嗎 是呀 十月風暴 是呀 那又怕龍泉嶺風雲 是呀 是啊 那其實 我想在這段時間 真是 我們共患難 又共快樂 又共患難 我記得我們去 我們去大陸 過了你一個生日 是呀 我們就不開心 那我就突然間覺得 這個女生很聰明 我覺得她很能幹 她很聰明 想了很多事情 經常都 她有很多主意的 你知道嗎 又叫你做甚麼做甚麼 那我 我昨天好像她這麼小 我都不會這麼聰明 那我就 認定她做我的契妹 這樣 有沒有真是尚契的 我們其實用心就可以了 我覺得 因為她不單止照顧我的 其實照顧我一家 我的兒子 這樣 這樣 她都照顧了 她有個 我的兒子 都叫她做靚姨媽的 我真的去到這個地步了 是啊 有沒有人家 因為你們大家都姓潘 還有樣子 不知道有沒有人說 有一點點那麼多次 會不會真的懷疑 是不是親姐妹來的 有沒有這麼問的 也有 有的 不過我沒有她這麼多 但是現在就真的當了親姐妹 親姐妹 因為那些兒子都叫姨媽 是啊 其實我不是說照顧那些兒子 因為她的兒子讀書很聰明 那我就很欣賞 有些獎勵而已 那些小小事 我很喜歡她 不是的 那你又教她們買衣服 又教她們穿衣服 因為她不是就是什麼 她會教她們 那我覺得 我真的很感謝 感謝阿冰 真的 阿冰姐就說了 對你的一些感覺 詩妮姐 你其實對阿冰姐的那個感覺 譬如說看這個人 你最欣賞她是什麼 其實阿冰 我覺得她很有義氣 其實她不是有時候 不是只是幫我的 其實她都有幫其他 有些患難的朋友 或者什麼 她都有幫她的 那她 我覺得她對我都挺有忍耐力 因為我很大頭蝦 很多的這些巨星 甚至Beyond 都是你發掘出來的 稍後回來再談 亞洲小姐競選 除了是一個選美會之外 還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 就像1986年的 亞洲小姐競選總決賽一樣 大會就將當晚的門勸收費 撥捐慈善用途 又有美女看 又可以做善事 挺好 亞洲小姐競選 差不多每一年 都有她自己獨特的主題 用不同的角度 去展示加利最美麗的一面 好像2012年 我們就用了跨越美麗時空 作為主題 詩姨姐 你知道嗎 其實有很多Beyond的粉絲 一定有些話要向你轉告一下 就是她很感謝你 這麼有眼光 可以簽約到 以及力捧Beyond 到她們一直到現在 是一個永恆的天團偶像 所以很感謝你的大恩大德 謝謝詩姨姐 天團是說得很對 你知不知 譬如說香港 是Beyond的粉絲不出奇 因為我們才聽著她的歌長大 其實在內地 很多就算不是我的年紀 甚至是二十幾歲的 80後90後的 現在他們還會唱唯一的廣東歌 就是Huffer天空 是 就是Beyond的歌 我這裡有一份 這份是不是真跡來的 是影響的 但是真的 真跡 是當年 你們跟Beyond那時 剛剛是不是第一份合約 是呀 第一份合約 是看得的 內容可以看的 可以看一些名字 內容 有價錢嗎 裡面有的 有的 我看第一頁 是呀 最後那頁都可以看 OK 阿詩姨姐 你當時是怎樣發掘 或者你當時有什麼標準 去簽這四位巨星呢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Beyond是我們發掘出來的 說真的 當時只是一個小公司 是我和我的partner組成的公司來的 但是我們不可以 每個人都說是老闆的 那我負責就做形象 那因為小公司 那什麼都自己做的 那我記得那時 剛好是我拍滿堂紅的時候 我還梳著個古裝頭 那樣在準備落妝 是很rock的 我說又很rock 那他說你一定要看 那於是呢 跟小都很不同的 小都是文歌的東西 完全風格 那時我還未知的 其實我從來未聽過Beyond他們唱歌的 於是我畫一些眼野後鼻 那立刻衝下去飛的 衝下去高山劇場 但是他們已經唱到最後了 那當時家居是唱高夫 Rock and Roll 但是我見他在台上很有魅力的 我已經不是考慮過歌曲 我是感覺 我很有feel 完全是那個artist的charm 是的 我覺得可以的 這樣 那跟著呢 我就去了後台 跟我拍攝說 我說 OK 我說我們就簽他 當時他們算幾hard rock的 現在當然是接受了 其實當時有稱為地下斑 當時其實我們簽了他之後 全行的人都說 我們是不是有問題的 就是會簽一對地下斑 你怎樣令一對地下斑 就會出去地面呢 是很難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以前就說Beyond4指 有一段時間是Beyond5指 有沒有這樣的時間出現過 有五個嗎 不是一向四個嗎 要我們這個年紀才記得 其實剛才簽約 其實看到只有四個人 四個人而已 是嗎 沒錯 沒錯 為什麼有五個呢 因為他們只是有吉他、Bass和鼓 是的 那麼就少了一些商業的元素 沒有Keyboard 是的 那麼所以我們就找了丸仔 當時丸仔他只有17歲 還未考回考的 那所以呢 但是他彈得很好 我們就覺得 OK 那麼他們四個又OK 那麼就把丸仔嫁進來了 OK 那麼為期是多久呢 其實好像是出現那個阿拉伯之後 阿拉伯跳舞女郎之後 那麼丸仔就要考回考 就退出了 我記得呢 之前有一輯是拍Beyond的 那麼丸仔呢 也有說過 他說 哇 他說 我們穿什麼衣服啊 說什麼說話 都有個好兇的女人去監視我 好兇的女人就是 先兒姐 就是我了 真的 好兇的女人 我看到這裡呢 除了是挖掘她們之外呢 其實形象上也有幫我們搞 是的 尤其是你剛才說的那個 Arabian Dancing Girls 這個是很多人記得的 其實當時我們就是在想呢 有什麼辦法可以 令到個個都留意她們呢 所以我們在第一張EP 是四首歌的 我們就給了一些短褲穿 是沒有的 那麼當時日本那邊都沒有的 那麼就希望那些人就說 咦 這麼有趣的 這幫年輕人 那麼我要將她們做到很小 其實他們都幾大個 是的 OK啦 大家都很接受他們 那麼到了第二隻 就是就的歌 那麼就歌一定就是玩東西 所以就 再加上他們剛剛就作了阿拉伯 結果也都帶動了整個潮流 就很流行阿拉伯亞 那麼就是 Arabian的東西 那麼個個都去玩這些東西 最難教是誰 這些我想知道 很多人都想知道的 最難教我覺得其實是 阿波 不是 不是 其實是家驱 因為家驱自己的人呢 很有主見的 其實你都覺得 因為他們在整個group裡面 是一個靈魂的人 是一個 他不只是靈魂 他是一個領導者 所以變了呢 其實有很多東西 我們先要說服了家驱 例如他們當歧視簽約都是一樣的 那麼他們是 因為我要求他們就是 你們可能要脫衣服的那些釘 鐵鏈 你們暫時要脫衣服 脫衣服的那些釘 其實他們都猶豫 終於都聽你說 當時我們給了一個promise 肯穿短褲 肯穿著阿拉伯頭筋 是的 那promise他就說 我們要 跟著就要打去日本 是 因為當時都主要那個市場都是 ban 你去到日本你就贏的了 那跟Beon合作的那個年期 大約是幾年度 一直合作 其實一直合作 哪一個 哪一種專輯 應該是一直都是合作的 經歷人的 但是我在中途那時候 其實我退出了 應該在 應該Beyond 英國家區走之前 就是那個期間 是的 其實我是退出了 退出了公司的 那麼 有時候我都自己覺得 就是說 咦不退出 是不是帶著他們會好一點呢 那麼 還有呢 因為當時 我們 即我們都不想 那個身份更尷尬 所以我一直都是掛形象的名字 所以那些唱片封面 你看一下 我其實忘記了幾多隻碟的了 那你就 你看到有Ginnie的形象 那就是我做的 那個幾隻碟 後來我也找了 我們一些亞視的同事 那樣有幫忙的 那時候會不會有些身份的尷尬 就是因為 初期跟他們合作 你仍是在做藝人 仍是在做ATV的藝人 那他們就簽了TVB 做這個歌手的 那在這個 惡女人能不能入TVB 可以罵他們嗎 不行的 其實我沒有跟他們入TVB的 一直 但是新聞上有沒有一些尷尬 會的 所以我變成了 我就做形象而已 如果我說我是他的公司的老闆的話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其實Beyond是我們發掘的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的 除了Beyond 除了小島 我這裡看的資料 你跟黃飛都合作過 那時候是教過他的形象的 其實黃飛那時候 我們就不是幫他出唱片的 我們是簽經理人 那時候他不是叫黃飛的 叫黃正文 是的 不會再叫黃正文 這個女生很聰明 那當然是扔給自己的公司去搞 省錢嘛 因為 會不會很難教啊 黃飛其實 我覺得他不難教 我覺得他是絕頂聰明 因為我教這麼多學生 其實我想如果我教化妝 我的學生一定是過千人的 那我覺得他是最快領悟的 還有我覺得 我不知道為什麼不合 他的樣子很好化 都幾容易突出的 幾好化 因為他的樣子不是很突出的 他人是比較扁扁的 大家知道黃飛 所以有很多東西可以畫上去 你說畫這個人就難畫而已 這個 他原裝已經凹凸不平 你怎麼畫呢 這個不用畫的了 什麼叫凹凸不平 這些不是凸凸不平嗎 這個上下粉已經出來了 但是他不可以變嘛 是是是 你怎麼變呢 不能變過 你永遠都是翻波王子 這樣啊 Always 運血王子可以嗎 翻波王子 打仗嗎 這個形象都不錯 OK 星儀姐 我們看到一個資料 我有少少招頭 中央政府委任了你做這個 中華母親 這個是會來的 是是 其實不可以說中央政府的 因為這個是 這個是中華母親文化工作委員會 是 是一個內地的一個文化團體組織 你是秘書長 我是被任命為香港區的執行秘書長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這個都有一個故事的 都跟阿士有關的 是 和劉永 就拍過一個成吉思汗的劇集 在這個主辦團體 他們認為中國他們對於成吉思汗他們很尊重的 因為成吉思汗是將整個中國的版圖 是帶到去歐洲的 其實歷朝以來 其實沒有人做到 包括現在其實都沒有覆蓋到的 所以他們對於成吉思汗很推崇 他們覺得很有代表性 這個是他們看到這樣的 看到照片 他們也看到有件這樣的事發生 所以他們就希望我可以出任這個位置 需要做的工作大致上是甚麼的 其實我們都跟著北京他們的總會的組織 很多的母親其實都會加入這個會 主要就是表揚母親 是的 我們蘊揚那個母親的文化 母愛的精神 母愛的文化和精神 希望可以建立 就是對社會可以幫忙 令它更加和諧 很威風 好了 做很多藝術 有很多藝術做形象 教Cat Walk 現在最主要的工作又是做甚麼 其實我現在有做一些健康的產品 我也有做一些關於玄學術數的事 下次如果請先兒姐上來 除了講一下她怎樣發掘新人之外 還可以講一下我們的榴槤 講一下我們的班子 幫我開個命盤 不過如果先兒姐上來幫你開命盤 你也要送一些東西給先兒姐才行 是 沒錯 好了 兩位小朋友準備了一些東西給你 給我唱一聲嗎 謝謝 你開一下 我來吧 是你當我溫馨的武光 救我堅毅望出前路 請准我說聲真地愛你 太棒了 很棒 真是的 接下來是播映 《聲動亞洲》 請繼續欣賞 封面 封面 無 無 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